主席各位同仁 我们昨天看到行政院江院长自己开了一个记者会 然后讲了很久 当然前面各位同仁又提到说 有的人听得起来是觉得不清不楚 不过我在这边要跟大家讲 今天民进党团的提案 它其实是那个报告是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当然就是所谓的重大政策的变更 要预照四字520号解释文的原意 必须因为重大政策变更来到立法院 做成报告 报告之后经过立法委员来做议决 是否同意 这是第一种的可能性 那假设这种可能性它是有支持的基础 譬如说这今年度的原人会的预算 关于核市场的这个发电机要插入燃料棒 它有编列一条300多万的这个评估经费 那现在已经确定不插入燃料棒了 所以这个原人会这一条预算 显然不会再动用 那所谓预算经过立法院审议通过之后 就是变成措施性的法律 这是在大法官会解释里面讲的 你现在要全部不执行的话 当然如果是你执行是执行一部分 或是要增加追加 那当然就不是整个政大政策变更 但如果整个项目全部都拿掉的话 原则上应该要把它当作是一个重大政治的变更 那如果国民党党团的成员认为说这不算 那依照立法院这个立法委员的职权行事法第17条 我们也认为这是重要的事物 应该要讲清楚 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 所以当它的政策有重大的改变 不一定是4-520号的这种重大变更的时候 他也应该要来到立法院跟立法委员做报告讲清楚 那那时候当然就不需要再经过立法委员的这所谓的 这个议决 而只是他把他的重大政策 他的政策变更 然后他变更的影响 跟本院的同仁 做一些报告的有本院的同仁来对他多做一些咨询 我觉得其实我们今天的提案里面是指这两种 那大家想想看 我们国家的宪法 它的设计是行政院要对立法院负责 那行政院的政策的重大的改变 当然不可以只有院长对院外开一个记者会 用这样的方式就达到所谓对立法院负责 所谓对立法院负责就是他的政策的改变 应该来向立法委员做报告 那得到立法委员大家把这中间的争议的争点问清楚之后 然后把整个政策就落实下来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民进党的这个提案 党团的提案它其实有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44520 里面所谓的重大政策变更之后 来立法院做报告 然后经过本院的委员议决 这是第一种 那如果大家认为这种不行的话 第二种来立法院做报告 然后让本院的委员做咨询 把他的政策改变的内容讲清楚 当然那种就不需要经过 就没有所谓的议决的规定 如果这样子算是一个 很诚意 要让本院的委员的同仁的职权 可以得到确保 又可以让行政院把政策讲清楚 其实如果可以同意的话 大家是几乎没有什么争议 我觉得从这件事情来开始 我们真的需要朝野的对话 需要国家的对话 如果只是站在连这样都做不到 一定要逼得在业党要采用对抗的手法的话 我觉得对台湾的民主是一个伤害 对本院的职权也是一个伤害 谢谢大家